又是开心的一天 我现在在一个乡间小路上 然后在保定 今天是陪Mini过来拍摄 看这个很窄的小路 然后种了一些菜呀 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的张师傅 对 上次去认识的也是我们一席 这大山间就只有这么一个小院 啊 可这个小的黄瓜 这么小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 那个奶奶还说 你要想吃黄瓜就这 这个应该可以 哇 我真的有 最起码十年以上 没有吃过这种黄瓜 就捋捋捋捋捋就上面的小毛刺儿去 就可以吃了 也不用洗 也不用洗 天呐 我真的要累死了 烈日当头 我为什么不好好 在北京待着 我为什么要来爬山 我在车里 然后你看远处的 远处的这场的就是 迷迷正在拍摄 闭嘴 好好说 看这个在山里的一个 游泳的地方 葡萄架 天呐 这也太有葡萄味了 我感觉我今天的一天就是回归自然的一天 黄瓜也是黄瓜味 葡萄也是葡萄味 焦焦也是焦焦味 西红柿也是西红柿味 真开心 现在是21点06分 我还在外地 我又在北京 然后我和迷你正在吃铁锅炖自己 给我的粉丝打个招呼 安康在那儿打 安康在那儿打 你们都看香菜酒了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表妹 现在是下午5点30分 我和丑老板现在在 去丰宁吃板面的路上 下面郑重给大家介绍一下 展示一下丑老板的 点击你 你把帽子摘下来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是18点51分 我们已经到了板面店了 看我这个头发 我是在车上自己输的 输贼症 本来想让丑老板给我输 结果丑老板运车了 脑子连动都不敢动 就是这样直直的往下前方 终于来了 开心 八百里赶烫嘴 他吃的小碗 我吃的大碗 如果板面最佳打10星的话 今天你打几项 现在是晚上8点20 我们已经在返程的车上了 要我维绕个翅膀好吗 求你了